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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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否想過一個職業運動員的一天是怎樣過 在現在這個小時不少人還睡覺 曹昇如的一天已經開始 今集帶大家感受一下運動員的生活 Rick 等到你了 現在去哪裡 現在開始訓練了 現在跑回去決管 好 加油 OK 拜拜 字幕提供 這麼容易野生捕獲曹昇如嗎 因為他一個星期練六日 而每一天都是由家 跑回上環拳館的這段路開始 大約八九公里 每一天都是這樣 上午這一課主要練體能 接著做一些基本動作的練習 打領那個訓練做多久 對鏡 每天都會連三四個回合 好處是在 好處是可以看到自己的動作合不合 會不會有破產 見到自己可能開了很大的洞 然後夾上這些會好一點 看看自己閃避的動作會不會太大 會不會失平衡 兩個多鐘的上午訓練結束之後 通常就回家吃午飯 對一般人來說 出街吃午飯是很普通的 但是曹昇如 就只能夠在某些日子 才可以間中出去吃飯 剛剛比營賽 這幾個禮拜 就出街吃午飯 對 因為可以放肆的食物 到開始訓練的時候 可以有醬汁 醬汁是最好的 醬汁是可以加很多調味料 醬汁是可以加很多調味料 醬油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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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油油 醬油油 所以最厲害的食物 醬油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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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和蛋都可以吃 但是要多吃點菜 原因是嗎 餐單的份量是要吃很多菜 你很好珍惜 平時只會吃太太 跟著營養師提供的餐單 所煮的食物 去到比賽前夕 飲食控制更嚴格 一向為食 他說 有時走過便利店 會站在門口看著食物 吞口水 但是為了比賽 只能看著就算了 也習慣了這種飲食方式 去到下午2點多 開始第二節的訓練 上午練體能 而下午就主要練技術 好像打速度靠 練步法和閃避 當然不少得打沙包 下午的練習 又是兩個多小時 去到5點多 每天的例行訓練 就算完成了 但是曹昇如的這一天 還未結束 恢復和康復治療 都是運動員工作的一部分 打拳痛一點 還是捏筋痛一點 捏筋痛一點 因為主要是一個運動員 而且是職業運動員 它不可能等到 箱完全不同了 才再訓練 因為情況有問題 痛完全沒有 可能它的情況下 只剩下一半 甚至更加少 之後再重新 它要用更多的時間 租了治療 他的一天才叫做完成 之後就回家 也是跟著營養餐單吃晚飯 之後休息 準備第二天過同樣的一天 一個星期有六天要這樣過 每途備戰的最後階段 就更辛苦了 我又不可以說 我是真的 比其他人辛苦 我覺得 只是每一份工的 付出的力不同 人家回民職 都是要花這麼多個小時 但只是做的事情不同 我也是 在拳擊這個職業 付出了 這個職業要付出的時間 由當初直直無名 到現在成為不大權王 只有短短幾年的時間 曹昇如用奇妙兩個字 去形容這段旅程 當然旅途還在繼續 會視乎賽程 最快可能的七月 挑戰世界冠軍 以前世界冠軍這個是一個夢想 應該所有的運動員都會有這個夢想 但去不去到這一步 真的不知道 但現在拳館栽培我 令我走得越來越近 所以真的要自己 繼續努力些 去不斷提升自己 去把握這個機會 為了準備重要一戰 曹昇如未來可能會去美國訓練 還在安排 還有一個香港權力的好消息 以往大家想看他打比賽 多數要搭船到澳門 在不久的將來 可能有機會看到他主場出戰 他剛剛三月跟Top Rank 簽了一個滿場合約 也有機會在香港這邊交比賽 我們 Rex7月會打一場 11月可能 如果Top Rank在澳門那邊不交比賽 我們可能會在DF Promotion 可能會在香港這邊交 應該是12月 可能在香港這邊交一場比賽 給Rex7月 另外劉智遠指出 曹昇如的狀態是穩定提升的 但要挑戰世界冠軍的話 體能就要繼續加強了 不少朋友都知道 我們的神奇小子 看他的台上就非常勇猛 但其實非常之溫敏 有一次很有趣的是 你打完人 然後你覺得心不舒服 對 我有時試過打比賽 不是那次 打比賽 然後打到對手狂流鼻血 然後整邊都是血 然後我不是很忍心打下去 是一個運動 看到他整邊都是血 有時候 就是 不要打他 可能對手會覺得 你為什麼突然讓我 你讓我 你看我不起 可能不會這樣 所以 就算 很慘 也好 打比賽的時候都會盡全力 比賽完之後 完了 就馬上去關心一下對方 這個就是我們的香港拳王 加油啊Rex HKOnlineTV記者 五家謙報導 我是曹昇瑜 請支持HKOnlineTV Sports 謝謝 謝謝 我